8月31日 娱乐圈再出偷漏税大瓜 据媒体曝光知名女星松祖儿 被实名举报偷税漏税 此消息一出震惊到不少网友 松祖儿并不算特别知名的演员 在娱乐圈里属于第二梯队的小花 不过她合作的基本都是实力派演员 这几年她也经常在证据圈子发展 先后和正午阳光合作了好几部戏 正午阳光就是拍摄了 大江大和伪装者等经典剧集的公司 是圈内所有明星都想合作的公司 之前宋祖儿和正午阳光合作过乔家的儿女 据悉宋祖儿的前公司是喜天传媒 这家公司当初签约过的明星 都是挺不错的实力派 但公司艺人出事的也不少 其实很多明星艺人和公司分开的时候 都会出现分歧 尤其是有实力有名气的演员 能给公司带来不菲的利益 公司肯定是不想对方离开的 但明星出道多年 业务和员工都成熟以后 为了自由也不想公司抽成太多 大多数都希望能自己开个人工作室 只是胆感虽然自由 但不如背靠大公司省心 什么事都只能自己解决 目前宋祖儿不仅仅是带波局很多 30号他还刚刚官宣了一个代言 加上前期的单 宋祖儿的代言就有四五个 如果他被举报的是闹大 光是违约金就是一大笔损失 也许人红是非多吧 宋祖儿虽然不是流量路线 但他属于门生发大财的那种 常年不缺好剧本 私下几乎都在连轴转无缝禁组 加上各种代言加深 他的收入可比某些名气大 但实力不行的流量小花多多了 同时也能看出明星的收入确实高到离谱 也难怪这么多人挤破头想进娱乐圈 据了解 宋祖儿这次遭到的是前员工的实名举报 对方此前曾在他公司工作 对一切事情都了如指掌 虽不知道双方之间是否有纠葛 但前员工已经将自己掌握的各种证据提交 从检举内容来看 虽然打了马赛克 但提到被检举人是宋祖儿的真实姓名孙凡青 检举内容里面的代言 也都是宋祖儿的手握的代言 爆料一出可谓一时激起千层浪 要知道宋祖儿是九五花里的翘楚 他本就是童星出道 长大后也没有长残 颜值演技俱佳的他 也陆续出演了很多热门制作 宋祖儿目前的代播剧一共有四部 分别是和任嘉伦合作的《无忧度》 和刘宇宁合作的《舍妖》 《正午阳光旗下的艰难的制造》 以及和侯明浩的阅读客 这每一部都算得上是大制作 如果全都播出后 宋祖儿估计轻易就能躋身九五花前三位 可如今他深陷风波 这几部剧包括无辜的男演员们 可能都要被牵连了 对此 网友也是议论纷纷 有人觉得事情尚未定型 不着急下结论 也有人觉得前员工居然实名据报 想必是掌握了一定的证据 而据透露 宋祖儿及其公司 是以拆分合同 私人收款 创办多个公司的方式 偷漏税 个人所得税 营业税 附加税 期间还注销了用来偷漏税的公司 金额达到四千五百万 宋祖儿还一起工作室接业务 个人报酬所得 就可以变成经营所得 前员工曝光的这些内容 让网友大吃一惊 如果举报数十 那么宋祖儿可能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影响他的事业 前员工还曝光了实名举报 宋祖儿投税漏税的截图 举报内容有详细的内容 甚至宋祖儿身份证号码 还有他的真实姓名也被曝光 通过这些信息来看 前员工掌握了足够多的证据 在离开公司之后 不知道什么原因 把宋祖儿投税漏税的事情给举报了 前员工还曝光了宋祖儿有三家工作室 他是投资人 宋祖儿真名叫孙凡青 奇怪的是 这三家工作室投资资本都是一万元 这也是前员工所说的 以三家不同的工作室接业务 之后把个人劳务报酬变成精英所得 现在这三个工作室已经被恶意注销 宋祖儿还是两家公司的大股东 之后他退出股东 负责人也发生了变更 通过这些信息来看 前两年明星大规模注销公司和工作室 宋祖儿也是这种情况 他们这些操作可能和税务有关系 但多位明星在发现问题时 即使不交了税款也没有什么问题 而宋祖儿却依然被曝光存在的偷税漏税的行为 而且数额特别巨大 在前员工实名举报之后 宋祖儿本人以及其工作室公司等人也已经被约谈 可见前员工确实已经实名举报了 至于情况是否属实就要看官方给出的结果了 对此不少网友也纷纷表示震惊 没想到宋祖儿看似青春乖巧 却会与偷漏税扯上关系 真是人不可貌相 还有网友则好奇询问约谈结果 是否确定宋祖儿今后已经凉凉了 这其中也不乏一些网友为宋祖儿感到可惜 坦言人真的会越来越贪吗 都这么有钱了 为什么要偷漏税 宋祖儿你糊涂啊 好好当演员不行吗 我还挺期待他接下来的蛇妖的等等 而据统计除了宋祖儿被报偷漏税的4500万万 再加上这私不具的投资 身上总共压着十几个亿的项目 若是他本人被举报情况属实 宋祖儿以及其公司 或将需要赔付十几亿的违约金以及罚款 这是不容小觑的一笔钱 但更多人好奇 宋祖儿的人品到底差到哪个地步 既然能让前员工不惜放弃自己的前途 也要举报宋祖儿 随后宋祖儿私下人品被曝光 网友表示并不意外 因为就在前不久 宋祖儿还深陷了一场风波 在河北因为水灾受灾正不知所措的时候 他本人却特别开心的感慨 啥青日台风来欢送 让不少网友对他的态度嗤之一鼻 随后宋祖儿删文道歉 但网友依然不买账 网友吐槽宋祖儿没情商 没智商 也不太会做人 还老觉得自己特别好 把自己放在高高赛上的位置不真诚 太自傲 没有敬畏心 也没有同理心 后来宋祖儿为了挽回形象 还特意捐款捐物 这场风波这才好不容易平息 此外宋祖儿还被拔出更多的槽点 宋祖儿曾被狗仔拍倒 喝醉酒后对着路人踢了一脚 虽然宋祖儿称正式和工作人员息息打闹 但视频中宋祖儿踢得很用力 还有一位男子从身后抱住宋祖儿劝阻 可见当时宋祖儿确实很激动 此外宋祖儿还被抱脾气大 高傲大小姐脾气明星架子 后来他又因为多个剧组亚戏 再次遭受网友们的质疑 多位寡主爆料宋祖儿亚戏 据悉宋祖儿拍摄艰难的制造时 和刘宇宁合作的舍妖尚未杀青 为了多赚点钱一个是现代商战剧 一个是古装剧宋祖儿就这样两头跑 虽说此前亚戏在圈内司空见惯 这几年广电已经明确规定 演职人员不得兼任多个剧组工作 宋祖儿的行为相当于顶峰作案 也有寡主透露宋祖儿是舒畅的表妹 入圈也是舒畅引荐的 当时宋祖儿还没有什么名气 在一次采访中被问为何要入娱乐圈 她就提到了表姐舒畅 很羡慕表姐的生活 觉得表姐站在聚光灯下很美 所以她也想要成为一名演员 宋祖儿走红后却开始和舒畅撇清关系 称两人之间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 一切都是网友谣传 如今两人已没有联系 宋祖儿还被扒和白玉没有边界感 不止微博大方给白玉庆生 让白玉爱妹妹 私下也一次发了爱妹妹 此外宋祖儿还晒出白玉 其他的大尺都照片调侃戏谑谑 可众所周知 白玉已有稳定女友 宋祖儿此举也卑职不妥当 如今宋祖儿又被举报 不由地让人对她的人品有所怀疑 不知道投漏税是否是宋祖儿本人的要求 如果她的态度如此 确实存在投漏税行为 那宋祖儿真的是离被封杀不远了 宋祖儿是童星出道 她很小的时候就进入娱乐圈 和多位明星有过合作 当年她在影视剧中扮演的角色非常可爱 长得也很漂亮 这些年 宋祖儿从一个童星 慢慢地成为一个女主角 她的事业一直都顺风顺水 长大之后的宋祖儿 眼镜还过得去 也有不少代表作 可惜她还是被曝光 有头水漏税的问题 这样喜欢她的网友 瞬间觉得不值得 作为一个明星 还是没有经得住金钱的考验 总之 不论是哪一位明星 亦或者是普通人 都不应该有头漏税的行为 更何况作为明星 他们拍一部戏的片酬 就已经一个普通人努力奋斗一辈子 若还要头漏税 实则过分了 目前宋祖儿方面还没有回应被举报的事 我们也不能判断真假 只是对方是实名举报 这种事非同小可 如果查出来是假的 那举报人一定被承担法律责任 为了打压宋祖儿 陪上自己的后半生 似乎也说不过去 所以目前的舆论 还是偏向这件事有机可循 不然谁也不敢随便实名举报 最后 我们暂且让子弹飞一份 等一个宋祖儿方面的回应 希望大家引以为敬 也期待有关部门 能够给出公开最后的结果